火土浪費賣萬年費相關核的產品 因為品質好買過的人說都情而樂 不過現在近年不少人輸歐蘭 在網路上賣萬年費地 浪費結果是接到民眾的投訴 說賣到的地不夠順才發現 趕緊是在寬風的網路上管來公告 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 網路上管看到的消費主信 一定要進一步較冷 火董在地萬年費地浪費賣最近是真想去 因為他辛辛苦苦經營的辛告 氣候派人都拿去贏 其實這個其實都心裡有個點 因為其實在新聞上都會看到這種廣告 都是盜用的廣告非常多 只是說害怕消費者去吃到 因為我們自己也有多次被有經驗 所以說這個是看到是真的很快樂 浪費者說因為接到消費者的電話 才知道他們的資料 商品跟壓傷 都會有頭用 在噴幫牙上面還不會介紹說自己是火大主題 我們一直在想說上網去看到 怎麼會有這樣 連我們官網的圖都全部都沒有版權 授權什麼都沒有 他們就自己把它截取掉 我們有發現這個有農會的圖 有以前那個中國大陸的圖 那個環境都不是在台 有一些不是在台灣的 我們就趕快再往官網上面去公告 他是用一個非常裸露的那一種塑膠袋裝起來 就直接寄給客戶 我們的茶葉都 我們說還有我們的五朵墨利花一定用罐子包裝起來 我們絕沒有販送那種裸露的那個包裝 那價格幾乎是 他們用很廉價我們的 幾乎低於我們的市價的十倍的價格販賣給客戶 可能就會涉及到刑法的詐欺的部分 火團農會表示 火團萬利花的地名聲 真不簡單在這幾年大陷 農會付到的無動萬利花 又開始親受到市場歡迎 不少人數的作為 已經嚴重傷害到火團的火龍 就沒有拜託拆除法律逗境 拿出個手 六中華新聞 張西梁 火團蔡宏報道